Build AI Agents AI Agents AI Agents Autonomous Agents 2025年 大家都在討論 AI Agents 究竟 AI Agents 是什麼 它和ChairGPT又有什麼不同 AI有哪些不同的層次和應用 在這一季影片中 我們將為大家完整解答這些問題 首先我們從最基礎的大語言模型 也就是第一層的AI開始介紹 大型語言模型是LLM 它的完整英文名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像是ChairGPT Cloud 或Gemini 這類聊天機器人 都屬於LLM的範疇 它們的運作邏輯非常簡單 當你提出一個問題時 它會根據自己學習過的大量資料來回應你 舉個例子 假如你跟ChairGPT說 幫我寫一封邀請朋友喝咖啡的Email 它馬上就能給你一封禮貌 內容完整的郵件 可能寫的比你自己還棒 但如果你問他 我下一次會議是什麼時候 嘿這個別說答案了 我們都知道他答不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不到你的形式 他根本不知道你的形成 所以他沒有辦法給你正確的答案 像這類大寫語言模型 其實有兩個很大的限制 第一是他們只能回答已經學過的知識 他沒辦法存取你的私人資訊 或者是公司的內部機密資料 第二 他們只能被動的回答你的問題 他們不會主動猜你還需要什麼 也沒有那個思考能力去推測 你要進行的下一步是什麼 比如說你請他寫一封邀請朋友 去喝咖啡的Email 他不會主動提醒你說 你可能要訂個咖啡廳吧 或是告訴你說 從家裡到咖啡廳要怎麼去 搭什麼交通工具比較方便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大寫語言模型 當成一個超聰明的客服 你問他他就回答什麼 比如你問他說台北101在哪裡 他馬上會告訴你台北101在台北市信義區 他會給你詳細的地址 但他不會主動跟你說 從你家到台北101可能要搭什麼樣子的車 明天天氣怎麼樣等情形 這些事情他都不會自己主動去幫你想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第二層 也就是進階版的AI 叫做AI智能體 這種AI是專為特定任務設計的 像是寫Email做文案 或者寫程式碼 都可以有專屬的AI智能體 它的效率特別高 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 如果你用一個專門寫社群貼文的 AI智能體 跟他說幫我寫一篇新手機的行銷貼文 他馬上就能根據內建的專業行銷模板 快速生成一篇超級吸引人的內容 因為這個智能體已經內建了行銷領域的 專業知識和資料 還有你的內建的模板 所以他的成果會比一般的ChairGVT 來更貼近你的需求 甚至可以根據你公司的風格或習慣 來客製化產出 但是如果你用傳統的大型語言模型 來去生成行銷貼文 可能就沒有辦法這麼的客製化 也沒有辦法那麼的專業 不過AI智能體也有一個明顯的限制 他只專精在特定的任務 如果你的需求超出了他的範圍 他就沒辦法處理了 比方說這個專門寫社群貼文的智能體 他就沒有辦法幫你寫程式 因為他就像一個專業小編 他根本不懂程式碼 所以你要他寫程式碼 根本就是天方夜談 而團場的AI結合XQ自動化程式交易 密訊班的課程裡面 所建構的智能體就是這一層 我們給大型語言模型特定的Prompt 和XQ的專業知識庫 讓他專注於生成XQ的程式碼 這樣一來他就能幫助我們快速生成 選股和交易策略的Xscript程式碼 而不會像大型語言模型 跑去給你Python或是TradingView的程式碼 但如果說我要他幫我寫一篇行銷的貼文 結果反而可能會很糟糕 因為我沒有給他相關的專業知識和資料 他自然沒辦法幫我完成這項任務 所以AI智能體就像是一個專精某項任務的達人 他在特定領域很厲害 但跟原本的大型語言模型不一樣的是 他沒辦法解決大部分通用的任務 只能專注在特定的專業任務上 接下來讓我們來聊聊第三層 也就是AI工作流Workflow AI Workflow就像一套自動化的任務清單 它可以讓不同的AI智能體 按部就班的完成更複雜的工作 舉我自己的例子 因為最近美國總統川普真的很紅 他說什麼要加什麼關稅 還是暫緩關稅 動不動就會影響股市 所以這些消息對於每天的投資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們要知道投資要能獲利 我認為最大的關鍵就是要獲得比人早知道的領先資訊 所以如果你已經很晚才獲得川普投顧的買訊 你很可能就會錯過最佳的買進時機 而平常瀏覽網頁的新聞 常常會不小心滑到一個搞笑的影片 忘記我現在最重要的事是要搜尋川普的相關新聞 因此我就建立了一個工作流 自動幫我收集川普投顧每日的最新消息 那我來為大家示範這個工作流 然後我簡單快速的為大家介紹這個工作流 首先一開始他在早上8點的時候會觸發這個工作流 觸發工作流之後我給他一個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我是可以去任意更改的 那我目前設定的關鍵字就是川普的新聞 當然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其他相關知識 你可以把這個關鍵字做變更 然後我用AI做快速的搜尋 那我目前使用的是Publicity這個API 來去幫我快速的搜尋網路上的相關的知識 接著因為他回答的答案不是我要的格式 所以我用一個程式碼去幫他去做分類 把我要的新聞的標題栽要網址時間把它栽錄出來 最後我會把它匯入我的Notion的資料庫 讓我記錄他每一天跟我產出的相關的新聞 之後呢我還會讓他去觸發到我的Telegram 讓他直接發消息到我的Telegram裡面 那我現在來簡單演示這個工作流 好這個工作流現在正在跑了 他正在用 這個API 來去快速的在新聞搜尋相關的資料 好搜尋完資料之後他就匯入到這邊來做解析 然後他會匯入到我的Notion 匯入完Notion之後會匯入到我的 Telegram 然後給大家展示一下成果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的Notion筆記本 然後他就自動幫我們撈出了最新的新聞 然後幫我們自動添入到我的筆記本 那我就可以隨時去查看他之前過去的相關的新聞 然後我們的Telegram也會有新的消息 他自動幫我們把新聞的主旨 新聞的網址 以及他的摘要 還有他的時間都自動幫我們推播 像是川普他現在聲稱說他執政了100天沒有犯任何錯誤 他講說最近第一季度 意外萎縮是因為責任在拜登 還有跟川普說執政三個月意外萎縮 範圍內預計將舉行針對川普政府的 五一勞動節抗議活動等等 那瞬間就可以把相關的資訊就整理出來 就非常的快速 這個工作流之後他就可以大大的提升我們的效率 不過AI工作流也有他的限制 就是你必須事先設好他所有的步驟 每一個節點都要設定好 如果遇到沒有在預設範圍內的狀況 他就沒有辦法靈活的去做調整 他就像掃地機器人一樣 只能按照設定的路徑來幫你打掃 沒辦法處理臨時的狀況 更簡單一點來說 就是AI工作就像是幫我們每天處理固定的例行工作 可以幫我們節省時間和增進我們的工作效率 但是他可能就沒有這麼好的思考能力 所以我們就要講最終極的AI agent 這個第四層的AI agent超級厲害 他有了自己的大腦 自己能夠行動去思考主動檢視生出的成果 簡直就像一個全能的代理人 而他跟第三層AI工作流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 AI agent他會自己進化這些工作流 他不只是能夠完成結果 他還能夠去思考這個結果還缺漏什麼 自己規劃並完成所有的步驟 以我前面提到的AI工作流為例 假如我想要每天獲得川普的最新消息 AI agent會自動幫我思考每一個工作流的節點 而且他會自己去盤算說 哪一款大型語言模型比較好呢 是要用TrackGPT呢 還是要用Cloud呢 還是用Proplacity 他可能會思考說 TrackGPT 哦不 TrackGPT他在搜索新聞方面可能不太行 用Cloud呢 Cloud他可能比較適合長生文 比較適合做長篇的閱讀 但是他不太適合用在搜索網路的資訊 用Proplacity的API好了 因為Proplacity 他算是在網路搜尋方面的先行者 他選好工具之後 他還會自己寫出你需要的Prompt 設定後面該有的節點 自動解析生成的內容 然後自動傳送到你的Telegram 完全不用你一個節點一個節點去設定 你只要輸入你想要得到的結果 他就會自動幫你把整個AI工作流完成 而且還會去思考每個節點應該要怎麼樣去設定 還會特別去思考你未來可能還有什麼樣的需求 直接幫你完成 所以他更厲害的是 他會主動思考你需要的其他資訊 比如說他可能會發現 川普最近提到的某個關稅政策 於是主動幫你搜尋相關政策的背景資料 對市場可能的影響 甚至還會分析哪些產業可能會受影響 哪些股票可能會上漲或下跌 還有他能夠貼心的注意你的行為 如果他發現了你最近關注某個特定的主題 比如科技股或者是新能源 或者是新藥股可能會主動把川普的消息 跟這些主題做連結 幫你分析是否有潛在的投資機會 這種主動思考的能力 讓AI Agents比前面幾層的AI更靈活 也更能夠適應各種的變化 而團長之前有一集影片 特別在錄製Manus這款 目前最早的通用型AI Agents 他可以快速製作財務分析的報告 製作線上APP 直接幫你快速製作網站 還有更多的能力等待開發 好最後讓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 這四個層次的AI 第一層的AI叫做大型語言模型LLM LLM就像是危機百科 他隨時能夠幫你查到各種的基本資訊 比如缺GPT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生成文字方便又快速 但深度有限 沒辦法做太複雜的客製化任務 第二層AI叫做AI智能體 AI智能體就像是一個專業的技師 他能針對你的需求提供專門的服務 比如你想要撰寫XQ的教育策略 他就能幫你生成程式碼 你想要撰寫一篇很厲害的Facebook行銷貼文 他就可以幫你製作非常厲害的行銷貼文 不過他的局限就是 他還是必須你明確告訴他你的需求 才能給你比較好的答案 而且他只能專注於特定的任務 沒辦法去做不同的切換 第三層的AI 叫做AI工作流workflow AI工作流就像是一個小型的自動工廠 他能夠幫你串聯一整串重複的工作 幫你自動完成 比如每天自動收集川普的新聞 整理成表格 或用Notion 來幫你推破到Telegram 省下你一大堆看新聞的時間 但是你得事先設定好流程 他並沒有大腦 沒有智慧 所以他沒有辦法自己隨機應變不同的情況 而第四層的AI就是最高境界 AI agent AI agent就好像是你的真實的代理人 他具有自我思考能力 以及學習能力 你只要給你的需求 他不但會自己規劃執行任務 還會主動幫你想 你可能需要的額外資訊 比如川普新聞之外 還會分析你市場的影響 國際的背景 甚至結合你的興趣 提供投資的建議 超級靈活又貼心 好啦以上就是AI的四個層次的完整介紹 你也想要達到類似這樣的追蹤川普消息的AI工作流 還是你想要什麼樣的工作流 留言讓團長知道 團長將在未來製作更詳細的教學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也別忘了幫團長按讚訂閱及分享喔 我是巨股團長 叫你用AI投資賺大錢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 掰掰